這個狀況部長還不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知道 你拍桌子嗎 我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不是 他會也 拍桌叫罵 隔空開火 民進黨立委何志偉和國防部長邱國正 今天在立法院質詢 針對日前有教招員確診 被軍方載到醫院後 最後被丟包的問題就責 邱國正表示有很多狀況不清楚 需要詳細了解後才能答覆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元勳也出面護駕 重塑了國軍教招的防疫流程 讓要追究責任歸屬問題的何志偉更加不滿 雙方吵到不可開交 當發生這樣的狀況 該怎麼辦 這個是誰應該要負起這個責任 我們教招變成培養名 病毒培養名 然後教招叫一叫 人家生病就把人家踢掉 直接丟包 我原來不要這樣講 我覺得你們今天在這樣子浪費時間 然後浪費我們國家 每一個人想要幫國家努力 捍衛我們的全體國防的時候 然後你再講這些東西 好 抱歉 你乾脆不要上來好了 我上來講幹什麼 推推推 你這個就是標準推 不是 我浪費時間很抱歉 你這個狀況部長還不知道 你們在幹什麼啊 知道 你拍我桌子吧 我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不是 阿偉 阿偉 我也好 部長知道 阿偉 我知道部長知道 阿偉 先回座啦 眼看火藥味越來越濃烈 會議主席羅智正中斷質詢 但兩人還處在氣氛的情緒當中 拍桌子啦 你拍啊 你拍我也拍啊 為什麼不能拍桌子 阿偉 阿偉 不要這樣子啦 拍什麼拍 待會拍阿 阿偉 阿偉 先休息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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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i 散